好,这个讲座的前六分钟都是由安大律审思绪法律教育这个单位 也就是举办这场讲座的单位的工作人业Karen 欢迎大家加入这个叫做午餐时间学习系列 说明了要讲的主题 今天主要是个人健康护理数全书 介绍了参与讲座的她的同事以及律师 强调了讲座内容是提供公共法律讯息 并非是给咱们个人的法律建议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听两位律师的讲的内容 第一位是叫Megan的律师 她首先呢说了今天主要是讲个人护理数全书 两周之后呢再会讲个人财产数全书 那讲这正题之前她提了一些问题 首先第一个她说我只是生病了或者住院的时候 需要个人健康护理数全书 问咱们是对还是错 那答案呢是错的啊 她是这么说我们最好是生病和住院前呢就已经做好了授权书 授权书是我们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需要的主要文件之一 我们不想自己已经处于紧急状态下才来准备这样的文件 而且呢授权书必须是我们有相应的精神行为能力的情况下 能签署文件的时候做的才有效 如果已经不省人事了也是不能再签署这个授权书了 所以呢一定在我们还健康的时候已经做好了个人护理数全书 下一个问题呢她这么问的她说我如果是已婚人士就不需要个人数理 个人护理数全书了答案呢是对的她是这么说的这个问题有点复杂的根据健康护理和同意法案这个法规定呢配偶咱们的配偶是可以为我们做做健康护理和治疗决定的 所以从这点来说如果咱们没有做个人护理数全书也是没问题 然而重点在然而后面如果我们想要紫禁除配偶以外的如果我们的爱人本来身体不好 他不愿你不愿意给他负担 比如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来做代理人或者呢做后备代理人 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有数全书了 好下一个问题叫 我的一线护理计划 这个Advanced Care Plan就是叫一线护理计划 和个人护理数全书是一样的 它的答案是错的 在立法上数全书是法律文件 而一线护理计划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法律文件 数全书才是一种法律文件在为我们无行为能力的时候挑选一个为我们做出相应决定的人 下一个问题呢说我不需要律师为我做数全书 答案对不对呢 是对的 我们不需要一定要请律师来做数全书 这种文档也就这个数全书这种文档本来就是为大众设计的 简单易操作 即便我们身处在偏远地区 自己也可以完成数全书 网上有很多相关的资源 今天我们待会就会一步一步的在安大利省社区法律教育的网上有个互动式的数全书创建的方法一步步的去完成数全书 当然如果在需要的情况下还是建议要向律师咨询 接下去呢我们就要关注这个互动式数全书的创建 叫guided pathways 就一步一步有人教的 我们怎么样去学 它一共分六步 有这个step one就第一步 第一步呢叫做设立自己的账户 或者呢不设立 有访客身份使用这个网上的创建工具 在最后你可以找到链接 自己可以把它贴在网上 把链接上去 到他们单位的链接上一步步的走下去 那就更一目了然了 如果不走下去 我们看这里也是一样的 当点开这个链接的时候 我们观察一下 左上角有一句话叫 A partnership led by CLEO 就是这家单位的缩写 Community Legal Education Ontario 那这就对了 这表示这个是正规的网站 是可信任的 然后我们再看右边一个红圈 它圈出来了 说准备授权书 在下面有个蓝色的大的方块 写着使用他们的工具创建授权书 我们点击这个蓝方块 那接下去会进入这么一个界面 它有选择 红圈圈里说 我可以选择以访客身份拒续 或者呢 边上这个黄色的方块上 写着创建自己一个账号 今天这个讲助理呢 是建议用访客身份拒续的 所以我们就跟着它一步步走 但如果要自己创建账号 页面会呈现输入个人的信息 比如上这个 就我们的邮件啊 要设置密码啊 等等等等 总的来说呢 如果自己有账号是比较方便 因为可以 你做到哪里 你可以保存 之后再继续做 如果是过客 以访客身份呢 它是有时间规定的 那一般要做一份数前书 需要40分钟 所以呢 期间最好是能够保存下来 就不着急 尤其是我们如果要做不止一份啊 要做好几份的话 好 如果以访客身份进入 我们点击进去了啊 那这里呢 又有一个用户同意 叫什么 同意用户条款 这就是这个圆圈圈里画着的 这个前面那个方格 这里你要勾一下 勾一下之后 再点下面给出的 红色的大写的英文字母 它都随机的 不一样组合 你给它按照大写的给输入进去 再点下面的两个 黄色的方框 说run interview 就是继续进去 那么我们又到了下一个 看到了一个虚拟人物 穿个西装的 皮肤有点棕色的 他一直会陪伴着我们 在整个创建过程当中 都会做指引 看右上方 有一个 有个保存 然后退出 这个呢 是针对我们已经创建账号的用户来说 就我们输入的信息 它就保存在这个资料库里 下次呢 我们只要登录 我们所有的资料都在里面了 右边可以看到 下面说 learn more 它下面一点有个learn more 这个learn more点击 就学习更多的知识 更多的信息 点击之后呢 就针对这个页面 它会有更多的解释给我们 再看左上方有个快速退出键 是红色的 它圆圈画在那里 就是这个键是干嘛用的呢 就是确保我们在创建过程中啊 比如我不想让家里人看到 我设立了谁信息 这位代理人 他们可能有些信 看到信息不开心啊 或者我们就是不想别人看到 我们正在做这个个人护理数前书 这个时候你点击 这个快速退出键 它就自动的转到了谷歌页面 就没有痕迹 不让你们看到 这个是隐私信啊 如果我们点击 下面一个小圆圈里面的继续 那就回到了什么呢 继续到哪里呢 第二步了 刚才第一步啊 就创建账号或者以访客身份 第二步呢 我们就选择你想要的文档 我们再看一下 一共55张 我们是已经到21张了 很快的 在创建这个数前书的时候啊 我们会被问的 是不是医务人员啊 常去护理院啊 或者其他任何的要求你 做这个数前书吗 这个就是互动式创建工具 这个特有的工具的特有的地方 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提出一些问题 让我们更好的考虑 这个与数前书在做的过程中 要注意的问题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把自己名字签一下 把这个权利就让给别人了 如果我们在这里点击方框里的yes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啊 在边上 告诉我们 我们是否需要这个数前书 也告诉我们 是没有人有权利来强迫我们一定要制定数前书 如果我们的医院 长期护理院说 说我们必须要有数前书 那是不对的 它就是 它就是这个互动式的创建工具 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就你一边创建 它一边告诉你 很多知识 这个界面是选择 要创建文档的种类 今天 今天这里就要选择 对 在这里就选择中间这个 就个人护理数前书 那上面呢 两周之后要学的 就是个人的财产数前书 以及最下面 是撤销书 撤销你原来做的 这是说 谁能制定个人护理数前书 不是每个人都能制定的 如果你五岁 你要制定个个人护理数前书 个人护理数前书 不可以 他说必须是16岁以上 必须呢 有精神行为能力 就这个精神行为能力 mental capacity 就脑子清不清爽 也就是要必须 你能明白 明白什么 你指定的那个代理人 是否是由衷地关心你 你要明白 他们可能不得不 为你来做出决定 那么是谁来评估我们的精神行为能力呢 如果这份数前书是由律师来帮我们做的 那么就由律师来决定精神行为能力 如果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呢 就由我们自己来评估自己的精神行为能力 最后了 在这个部分的最后一个是问 如果没有个人护理数前书 是不是意味着就没有人为我们做健康医护的决定了呢 不是的 这里给出了一个精字塔 说健康护理和同意法案规定 精字塔底部 开始往上看啊 这是第一顺序人 可以作为我们法律上指定的代理人 叫法院指定的监护人 数前书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正要准备做的 这个也是法律文件哦 指定的代理人 或者呢 法律指定的其他代表 那么这个 我们如果没有这一栏的人 那 你到中间这一块 就家庭成员一栏 第一顺序你从下往上看啊 是配偶或者伴侣 那么40婚姻一年以上的也属这个伴侣范畴 在其次呢 就是子女和父母 子女父母呢 是同等权利哦 他排在一排的就同等权利的 上面是兄弟姐妹了 然后其他亲戚 那到最顶尖上面 最上面的一栏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家庭成员 也没有刚才第一顺息的法律指定人员 我们就是最后的选择了叫 公共监护和代理人办公室 好 再进入这个第三步 之前呢 他中间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听的人提了一些问题 给出的答案我看一下 我们再继续下去 好很快的我把他总结的内容说一下 他第一说了 如果40婚姻一年以上 是可以为对方做健康医护决定的 这个指的是我们没有自己设立这个 授权书的情况下 第二呢 授权书是没有过七年限了 你说哎我都二十年了 我都十年了 我会不会还有效呢 他说是没有过七年限了 除非是我们自己决定撤销 或者呢 我们自己又订了新的数前书 在订数前书的时候 他第一栏就会写 我要撤销以前订的数前书 但是呢 建议咱们呢 时不时的要拿出来看一看 看看我们指定的人 是不是还愿意为我们做代理人 他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好 他自己的精神行为能力 是不是还可以 好第三一个内容呢 他刚才金字塔上不是有个PGT吗 就是公共监护和代理人办公室 这个是怎么我们会跟他们联系呢 是这样的 如果有人在医院病了 没有无人问津 没有人顾问 那么相关单位就会对其精神行为能力 做出一个评估 这个评估的结果呢 送到了PGT 然后这个办公室就根据情况给病人做 相应的健康医护决定 其他他说了 已经分居的配偶啊 他不再有权利为对方做出医护决定 也就是如果这个配偶之间已经分居了 就不包括在这个金字塔顺序中间那一块 测销书 如果指定 刚才其实这个已经提过了 就是如果您重新制定了一份数全书 通常第一句话就是 我测销之前的数全书 或者呢 可以填写一份测销书 说确保就以前的数全书 我要给他撤销了 我现在新的还没有定 但是如果你写了确保撤销书 你要记住递给相关人士 比如说您以前指定的代理人 或者您的医生 有你代理人连续方法 但是你已经撤销了 这些信息要更新 其他就是你在安省 就安大略省定的数全书 如果移居到别的省份来 最好你要执行 那个当地省份的相关规定 代理人呢 他是可以支柱在国外的 但是最好避免 比如他有时差问题啊 或者是语言问题啊等等 好 然后我们移到第三步 是第二位律师 叫Madelein 这位律师给咱们讲了 他说是选择代理人啊 这个代理人你看 加了S指的是 我们可以选择多位代理人的 在选择代理人的时候呢 最好要考虑一个问题 考虑我们将来住在 长区护理院的时候 我们的代理人最好是 距离要住的距离要近一点 会经常来看咱们的 拜访咱们的 会代表我们和护士 医生去沟通的 还有护工也工作人员 如果咱们的代理人居住的很远 不容易经常来看我 也就不可能说像给自己做决定一样的 为我们来做出决定 这还有 如果代理人在另外一个国家 当然还有沟通的问题 特别是医疗 你跟医生沟通 这些状况如果英语不精通 就很难以沟通的很好 这里呢也可以打开链接 链接之后呢 都可以看到这些内容 就是代理人 这里强调了 代理人在个人护理术前书 这个内容当中 这个attorney这个词 并不指律师 翻译成代理人 他有在美国很多时候都翻译成律师 那下面这个黑体字的呢 指的就是咱们自己了 就委托人 在数前书上用的数语 那么谁可以作为 Who can be an attorney for personal care 那么谁可以作为 个人护理的代理人呢 他至少要16岁以上 两周以后要讲财产数 全数代理人的时候呢 这个人的年龄啊 至少是18岁 这个有差别 到时候会特别强调一下 通常呢是家人 或者好朋友 然后有个cant 就不能 这个黑体字啊 他不能以各种形式 拿薪酬来为咱们提供 健康护理服务的人 但是如果他是 我们自己的家人呢 又除外 这个界面是问我们 要指定几个代理人 也可以 就可以指 这里可以看到 一二三 你甚至可以指定 三个代理人 也可以指定 替补代理人 要避免 就将来不必要的纠纷呢 就这个自己要多考虑 是找一个两个还是三个 还要不要 为以后如果说 有纠纷了 我要不要替补的代理人 这些都可以考虑清楚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呢 就会问我们 指定代理人的名字啊 地址啊 电话啊 怎么样才可以联系上啊 刚才不是提到过 选择代理人 有一些限制吗 这就会问咱们 就会问咱们 代理人是否 是为我们提供健康护理的 或者说住房的 我们是不能指定 我们的房东 为我们的代理人 我们也不能指定 长期护理宴的工作人员 为咱们的代理人 也不能指定 社工来拜访 我们的那个社工 或者是护工 都不能成为代理人 如果在这个现象当中 我们选择了一个 勾了一个啊 不是就是 None of the above 而是选择了上面 其中一个工作人员的话 好嘞 这个数钱书 就不能做下去了 这正是这个工具的好处 就是一边制定 这个数钱书 一边学到很多信息 防止我们 做不正确的代理人指定 那要不然 就是浪费时间了 到时候 没用了 好 第四步 第四步是 说 How your attorneys can make decisions 那我们代理人是 如何来做出决定的 这里他再次强调了说 为方便其境 我们避免代理人居住在其他省份 或者国外 但 如果指定代理人在其他省份 和国外 那么 要确保有法律认可的 这种关系的文件 因为数钱书呢 它是安省的法律 而不是联邦法 这个界面告诉代理人的职责 Duties 它有什么职责 根据法律固定 作为您的代理人呢 如何履行这些 这里有一个难点 女士要问清楚 您指定的代理人 是否愿意做 代理人 否则的话呢 也是浪费时间 因为 他们到时候会拒绝 履行相应的职责 就这些信息啊 要给代理人看 让他们明白 让他们明白 就这个蓝题字里面啊 让他们明白 这些职责所在 这里还会问 你指定了谁谁谁 某某某 这些名字都在上面 作为你的代理人 您觉得合适吗 如果你说no 选择no 那就可以帮助我们考虑出 选定的代理人 是否合适 随时可以退回去更改 你选择yes 就继续下去了 另外一个 在这个界面上 值得重视的问题呢 就是当我们有 多个代理人的时候 他们在旅行知识的时候 是共同旅行 就第一个选项 还是共同分开旅行 就是你可以共同 也可以单独做决定 比如如果 作为老人嘛 年纪大了 我就在长期护理院 我指定的代理人呢 是侄女 我没有指定伴侣 配偶 我考虑到 我不想给他 太多的任务 就是我的授权委托 说代理人 是没有我的配偶 但是呢 往往是配偶 也就是我们的爱人呢 会经常去护理院 看我们 他看到情况 要向医生护士问情况 或者报告情况 可是呢 他又不是咱们的代理人 那么医生和护士 就不会听他的 而是只跟代理人 就是您先前指定的子女沟通 所以呢 除非咱们已经上偶 已经是上偶了 建议在做代理人的时候 要考虑孩子和配偶 同时为代理人 这个我觉得挺重要 这里就讲了 就是如果我们多有一个代理人 会遇到代理人之间 上手不好啊 怎么解决啊 这些互动的工具啊 都会提醒我们可能想不到的情况 以及该如何解决这个冲突 再来看 就我们的意愿 对治疗的意愿 我们的意愿必须得到 就your wishes 我们用第一人唱 我们的意愿必须得到尊重 不管咱们的意愿 是否写进数全书了 明白就是这个意愿 可以是口头上的书面的 或者邮件形式的 比如也许我们在授权的书上 是注明了 我不想做茶馆 但这并不表示 我就不能改了 你可以 就我们可以告诉代理人 或者我的医护人员 我要做 如果我们人就还有部分 精神行为能力人 或者我们就用手势告知 这个 是叫做 拒绝心肺复苏抢救 平时我们在医院里 也会遇到这种医院 要求表格问 是否要做 是否要拒绝 这个心肺复苏抢救 那那个表格呢 只是在医院里有效 那么你住院出院了 那个就不再有效了 你以后再住院 可能再选择 那如果说 我们要在授权委托书上 首先书上要注明这一点呢 必须是从医生那里 拿到正式的表格 这种表格是有编号固定格式 你签好写好 然后这个表格呢 是最好是放在家里 自己家的冰箱门上 因为当地的救护人员 警察这些专业人员 来到家里的时候 他们都会检查 咱们家里的冰箱门上 是否有这个拒绝 就心肺复苏抢救的表格 也有些人把它放在口袋里 然后戴在身上 不过通常是建议放在家里的 冰箱的门上 我们来到第五步 就是见证人 我们的授权书 如何签 这个是就会影响 我们这个授权书的法律效应的 这个互动式的创建工具 解释了哪些人可以作为见证人 哪些人不可以作为见证人 比如你看这个 your spouse or partner 我们的配偶伴侣子女 是不能作为见证人的 我们写的这个见证 这里我看一下 对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授权书 写好之后的必须打印出来 这里就是见证人签名的地方 不这是见证人的个人信息 这个个人信息 如果您在打印之前 已经知道是谁做见证人 可以把他名字填上去 如果还不知道呢 你先控着 等签字的时候再填补上去 好最后一步了啊 最后一步就是我们刚才填到见证人为止 或者见证人的信息还没填都没事 先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的时候呢会看到三个选项 就你看downroads这个文件数字有123 建议呢把这个后面有个select 选项三个文件都选了都打印下来 这就打印下来之后 刚才那个签字签字应该我到后面看 这个看到的这个页面 就是数钱委托书的格式 前面第一行是撤销 撤销就是我 我是谁撤销原来的那些数钱委托书 然后这里是指定 指定谁谁谁 那个代理人的个人信息 以及我们的一些意愿啊 都可以填在相应 他都在你前面填好了 在这里下载之后 他就相应的内容都出现在 咱们的数钱书上面 这里是见证人签名的地方 在我们签署数钱书的时候啊 见证人和我们必须在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签字的时候 这两个签字 见证人待会也要签字的时候 要看着我们自己签字 然后他们再把名字签上去 这样才是有效的数钱书 但是现在疫情期间的也允许网上签署数钱书 有一个条件的 就是这两个见证人当中 其中一位啊 必须是律师 好 这里是你可以下载下来的 就是关于个人 护理数钱书的 一些说明 以及那些代理人 你该做什么 具体的内容都可以在这里出现 好 第二位律师呢 也回答了几个问题 其中有两点特别重要 第一个老年痴呆病患者 是否可以签这个授权书 就个人护理的授权书 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他说 在安省确定一个人是否有精神行为能力 是根据要做的决 具体的决定 来做相应的精神行为能力评估 诊断出老年痴呆症 并不表示 并不意味着就完全没有精神行为能力了 这就很重要 就是要具体分析具体的情况 它是轻微的 还是刚刚开始 还是严重的 一般的是根据医生来决定 当事人是否有一定的精神行为能力 做出相应的决定 比如我们说决定 同样是决定 你说要开楼手术 就是脑子里要动手术 和你要不要去配一副老花眼镜 这样同样是决定 是不是你需要做做决定的 那个行为能力是不一样啊 还有些老年人 可能他们早上 就是诊断出老年痴呆 他早上头脑很清晰的 清清爽爽的 到了下午可能就有点糊涂了 那这种情况下 就是由医务人员来决定最佳的时机 来让当事人做决定 或者签署这些书前委托书 还有一个问题呢 他说万一当事人也就委托人 咱们自己啊 还是有精神行为能力人 精神行为能力 我脑子还是很清晰 那么我自己的决定 是否优先于数前书上的 代理人做出的决定呢 给出的答案呢 是当然 因为个人护理数前书 仅仅在我们委托人 没有精神行为能力 或者说部分精神行为能力 丧失的情况下 才生效 就我们自个儿脑子是清爽的 那个数前书是无效的 不生效的 好 以下的几张呢 都是给出的一些资源 比如说 刚才讲的内容啊 以及网上的工具 怎么要一步一步做 以及法律咨询的热线电话 法律研究的单位等等 好了 大概我就尽可能的把 他的意思给翻译出来了 有错的地方 不可避免 大家参考的听